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要在七号下午引爆 索性在经过清查之后 并没有发现炸弹 而后续将会交由警方来继续调查 周一故宫例行性修管 不过各个角落却难看见远景牵着针报犬 到处巡逻 就连建筑物的走道也地毯式搜索 因为故宫受到爆裂物恐吓 数名邱国镇的信件 声称要在故宫南北两院 放置五颗遥控炸弹 故宫立刻通报警方以及国土安全办公室 启动紧急应变措施 全面安检并调阅监视器后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爆裂物 因此后续将由刑事局侦备 上个月淘机和台铁也都曾经接获爆裂物恐吓信 后来证实虚惊一场 由于河本次故宫恐吓手法雷同 警方不排除又是先前离境 涉嫌多起恐吓案的中国学生张海川所为 记者谢震宁 朱凤之物旗昌 综合报道 星宇航空六号在日本成田机场 发生了一连串搬机延误和调度困难事件 甚至让大批的旅客就睡在日本机场 星宇董事长张国伟连夜飞往日本 再亲自把飞机开回台湾 还向媒体透露自己是一夜没睡 这是否涉及疲劳驾驶 民航局将要调查 为了解决星宇航空东京飞台北航班 污点状况 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七号 第一时间带及时飞日本 再亲自将飞机开回台湾 力拼挽救形象 却因为这段话引起外界关注 传出就是张国伟自称一夜没睡 引起民航局将张国伟列入调查 有疲劳驾驶或超过执勤时间 但传出民航局要查的不止这一项 包含星宇客机转将过程 飞航操作是否符合SOP 以及日本塔台是否确实同意起飞又取消 这些通通都要查 对于新宇航空物点民航局表示要求新宇航空立即检讨改善 目前各项程序都在进行中 新宇航空则表示会全面检讨接受指教 对旅客和社会大众致歉 而张国伟更宣布来回机票全额推废 赔偿金额至少五百七十万来灭火 不过专家认为新宇这次判断失准 也凸显只有三架A350的新宇 容不了一次犯错的空间 当初判断失准造成他的后面的应变的处理 不是非常的理想 他的调度太吃紧了 我看起来 如果洛杉矶的飞机必须要靠我们的A35 来飞的话 他有大概有两架困在日本 他就没办法正常的去做洛杉矶的航线的服务 专家认为新宇航空航线扩展太快 建议等机队扩大 有足够飞机和机组员应援 才能避免航班延误等事件重演 记者总导 美食卖场好市多贩售进口可可兰冷冻三种综合酶 蓝酶陆续被检出A型肝炎病毒引发消费者恐慌 不过好市多日前却宣称国内也没有出现 因为使用相关产品导致感染A肝的确定病例 让胸腔科医师怒批 那是因为台湾非常少 民众感冒就医民众感冒就医也不会被要求验A肝 日前更有网友向他反映确诊A肝 怀疑就是吃下A肝莓果惹的祸 对此机关书表示 新北疑似A肝个案为四十多岁女性 有B肝病史 经过卫生局将检体送交本署 认可实验室复验结果为阴性 暂时排除急性A型肝炎 但为了慎重起见 将再采集个案血清送昆阳实验室检验 而台北市卫生局也接获疑似病例 正在进行疫调 由于好事多问题 美国至少有四点二万名会员曾经购买 行政院消保处表示 到八号中午为止 已经接获二十五件申诉案件 其中有一人表示身体不适 而肖继会也呼吁业者 应从宽从优提出补偿及赔偿方案 肖保处强调已经要求好事多 必须在五月十一号前 提出对消费者补偿方案 化解消费者恐慌与疑虑 未来如果真要走上团体诉讼 向业者求偿 食药署也有食安基金 可以补助消息会诉讼费用 至于新北疑似A肝个案的血清检验结果 最快九号周二报告出炉 他的三名同处家人 也曾经食用问题莓果 A肝抗体检验结果均为阴性 已经排除急性A肝病毒感染 记者老师明蒋龙翔特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中国时报是 财政部公布四月海关 海关净出口统计 四月出口年减百分之十三点三 连续八个月长线衰退 财政部表示 全球景气持续收缩 终端需求依旧不振 五月出口恐怕会是连久黑 上半年出口 很可能创近十四年以来最大减幅 联合报提到了 台湾最近三年 包括游览车、大货车等这些大型车 事故都超过了九千件 死伤人数也连九年破万 政府却无法对症下药 专家认为要改善问题 应该从道路设计来着手 而继续来看到的是 自由时报的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 打算要比照军援乌克兰的模式 首度动用总统拨款权 无偿提供台湾五亿美元的武器 国防部长邱国正昨天证实 这些是额外提供的 不算在军购里面 主要是先前武器装备延宕交货 美方所做的补偿 接着来看我们的报道 美国中议员莫顿日前提出 中国清台美方要炸毁台积电的说法 国防部表态绝不容许 现在传出美国拜登政府 尼比照对乌克兰军援 动用总统拨款权 提供台湾五亿美元规模的军备 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 五亿美元不是军购案 主要针对美方军售延宕 持交的项目 优先弥补给台湾 至于时间点 要美方公告 两岸情势严峻 邱国正曾在背询职言 两年前若是B级 现在已升至B plus等级 国军没有松懈空间 但军人涉入共谍案评传 还签效忠中共试约书 传出法务部跟国安单位研议 在国家安全法 增列对一般民众 投共相关行为的刑事处罚 冯氏宽对全国老百姓 有信心 邱国正虽不做评论 但强调军人特别敏感 不容有投共行为 至于是否支持恢复军事审判 邱国正表示 军方不能说乐见其成 司法审判跟军事审判各有优缺点 须经各方讨论 不能一刀切 记者欧容庄志诚台北报导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昨天到党中央 正式登记参选总统 蓝白河是否正式宣告破局 柯文哲表示 密室政治的权力分配 不符合人民期待 而目前国内各大政党 民进党已经确定由赖清德参选 只剩下国民党的人选 还没有揭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八号到党中央正式登记参选 二零二四总统 是否代表国民党期待的蓝白河 非绿大联盟正式破局 柯文哲没有把话说死 强调合作不是密室政治DNA不一样很难结合 当然我们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但是这不是留于密室政治的权力分配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老百姓也不会支持 至于副手人选 柯文哲表示会向天下真才 国民党主席朱一伦 则持续喊话团结合作 不放弃蓝白河可能性 只是现在蓝营人选未定 对于柯文哲参选 新北市长何宜宜则表示尊重 何止齐有自己的想法跟不做 我们要给予高度的尊重 极力争取国民党提名的郭台铭 八号白天走访传统产业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 晚间则邀请兰尾参序 外界解读这是挺郭派的聚餐 不过郭台铭七号晚间 指控总统参议文 曾经派代表要求他不能购买BNT 遭到总统府深夜驳斥 并且这次还原疫苗采购时序 要郭台铭不要再进行政治操作 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副总统 赖清德则回到台南出席 八天羽衣追思纪念会 引用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的 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来表达和平需要靠力量 力量需要团结 希望台日增强合作 共同守护区域和平 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要强化后备战力 国军办理女性后备教招 首批有十四人在昨天报道 参加为期五天的训练 而所有的课程都是跟男性一起编组 穿伞拉着行李箱 首批女性教招后备人员 八号上午在桃园市八德区的战术位置 办理报道 虽然都是自愿报名 但还是有人感到紧张 陪同报道的丈夫 则表达全力支持 女生也是第一次有叫招这个东西 对 所以蛮紧张 去年才退伍 会不会觉得说 回来重温一下部队的那种感觉 很棒 这一波十四人全数报道 将参加为期五天的专长照训 区分为报道编程 作战计划演练 实弹训练 专长复训四大项目 将会在守备区域内 进行行军训练 跟作战计划演练 跟男性一起编组 没有区别 女性教招 渴望提升后备战力 但根据国防部统计 一百一十一年 志愿士兵不试服人数 达四千零六十六人 创下近年新高 其中个人申请就占百分之九十二点四 包括生涯规划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二最多 再来是适应不良 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二 家庭因素则有百分之十六 少子化因素 国防部长邱国正认为 状况越来越严峻 国军会持续强化招募 学者认为国军提高 赵木吸引力 不只从薪资下手 如何把人才放到适当位置 提升成就感也很重要 而明年开始 EUE将延长为一年 有些年轻人或许会利用 较长的服役期间 来思考是否适合部队生活 或许也有助提高转为 志愿士兵的意愿 记者 詹淑云 欧云荣 庄志成 桃园台北报导 屏东恒春 一名领有合格证兆的俗姓保姆 收拖八个月大的男婴 才照顾三天 男婴就被发现 脑部有多处出血 医院评估有永久性的脑伤 男婴母亲质疑 保姆施虐 不过保姆否认犯刑 还说监视器的画面都消失了 警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还原影片档 找到了证据 检察官依重伤害罪 起诉保姆 虚弱的躺在病床上 当时八个月大男婴 才送去保姆家三天 就被发现脑部多处出血 视网膜出血 紧急从恒春转转到高雄医院 经过两次开刀 情况还是不乐观 被评估有永久性脑伤 家长怀疑保姆涉嫌肢虐 包括神脑神经 全部都已经受伤成多 很严重了 然后鉴定科那边 确定就是说 这个是连续撞击 这已经是在短期间 急性的撞击 几次以下也上 不接电话了 保姆起初声称 孩子是洗脚撞伤 也说装设的监视器画面消失 警方不放弃花一个多月还原档案 再逐步检视 找到关键影片 报请检察官侦办深入调查 发现保姆有头下脚上抛摔男婴 僵人上半身拎起后推回床上 即甩摔男婴到铺有巧拼地板等行为 依重伤害罪 将苏信保姆起诉 协服表示保姆与丈夫在民国一百零四年 取得合格执照 在住家提供联合托育服务 有过每年四次访试 并无异状 事件发生后 也停止保姆与丈夫收脱 将是调查后续结果裁罚 也会给男婴家属情绪 法律及幼儿医疗等协助 记者王庭 陈显坤屏东报道 唐美云歌仔戏团 推出了年度星座 邀请京剧国光剧团的当家老生 唐文华再次跨界合作 说三国史 带您一起去看看 有备三孤茅庐 请出诸葛亮 携手开创三分天下局势 歌仔戏演员唐美云 和京剧老生唐文华 两位当代名爵 共同诠释三国故事中的重要场景 唐美云歌仔戏团 带来年度星座 并邀请国光剧团的当家老生 唐文华 即去年合作后 第二次挑战台语歌仔戏 服装不同 扮相不同 染口不同 道具不同 然后对手不同 然后那个亏靠 完全不一样 吃螺丝啊 或者是旺旺的 一些小地方 唐老师都可以 很客气地提醒我 但是眼睛很有 很有穿透力 歌仔戏和京剧 在唱枪和身段等各种技巧 都不相同 该如何拿捏 并精准呈现角色情感 难度很高 而除此之外 这部作品还以少见的正二代视角切入 今天就很想帮这个阿朵翻个案 三国时期 在位醉酒的一个君王 在诸葛亮去世之后 他还独称了二十九年 作品《卧龙永远的彼日》 跳脱三国故事 常见的战争武打 英雄歌颂模式 描会诸葛亮 诸葛詹这对父子的难解情感 并重现刘备诸葛亮的君臣之情 用创意和巧思 为传统戏曲呈现 创造更多可能 俄罗斯为了纪念战胜纳粹德国 将五月九日定为胜利日 而就在胜利日前 俄罗斯对乌克兰 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而乌方则是表示 所有的无人机都被 就在俄罗斯五月九号 庆祝胜利日的前一天 乌克兰遭俄罗斯 发动近几个月来 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也是俄国十天来 重新展开空袭的最新行动 首都基辅这栋大楼 被炸出一个大洞 俄方发射六十架 伊朗制神风无人机 其中三十六架对准基辅 全数遭乌方击落 乌方表示 俄军正在乌东关键战区 巴赫姆特展开最后推进 希望在胜利日前夺下 当作总统普廷在付出高昂 代价的冬季攻势中 唯一战利品 巴赫姆特是战争十四个月来 最血腥战役 泽伦斯基此举也显示 乌克兰正与莫斯科 渐行渐远 胜利日是为了纪念一九四五年 战胜纳粹德国 也是俄罗斯人极为重要的节日 活动五月九号举行 不过俄罗斯境内许多地区 已经取消相关活动 因为考量到这些活动 可能成为乌克兰攻击的目标 过去同为前苏联的俄乌两国 原本都在九号庆祝胜利日 俄方表示 尽管泽伦斯基把胜利日改日 相信乌克兰人民 还是会庆祝这一天 公示新闻黄瑞玲 加拿大西部野火蔓延 亚伯达省 有一百零八场的火灾 还在持续 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已经撤离了将近三万人 所幸目前无人伤亡 而南半球的澳洲 今年冬天提早报到 东南部提早一个月 降下了大雪 气象局警告 畜牧业要慎防动物 因为低温而死亡 不远处的地平线上 整片浓浓的灰烟 加拿大西部野火蔓延 亚伯达省官员指出 境内有一百零八场火灾 还在持续 由于多处火势尚未获得控制 上周六已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当局持续要求更多居民撤离 亚伯达省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区之一 今年春季炎热干燥 只需要星星之火就会引发野火 目前燃烧面积已经超过三十七万五千公顷 由于火势持续 部分地区的财产损失难以评估 消防员保持安全距离洒水灌旧 俄罗斯乌拉山和西伯利亚 大片区域近期也遭遇野火肆虐 截至七号为止 光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就有超过五万四千公顷森林起火 四千八百名消防员 和六千多位志工奋力 和大火搏斗 不过当局指出 至少已经有四人死亡 数百间房屋被移为平地 南半球到澳洲 今年冬天则是提早报道 东南部下起的五月雪 比过去提前一个月 根据澳洲气象局的数据 五月第一个周末 封面来袭气温骤降 远低于五月均温 不只山区降雪 首都坎培拉市区八号 最低温已达到零度 就算往北走一点的雪梨附近 部分地区也是冷到下雪 雪梨西边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小镇 奥伯伦强劲冷空气 让大地一系变成了银白世界 不过气象局警告 东南部高山地区的畜牧业 要慎防动物 因为低温死亡 这波封面预计 将影响到十号 公司新闻 周年刚编译 关心天气 今天的水气减少 只有花冬地区 以及中南部山区 有零星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都是多云道晴 而气温方面 在东北激风的影响下 北部及东半部的天气比较凉 中部以北及东北部低温约十七到十九度 其他地区二十到二十三度 至于高温的部分 北部及东半部是二十一到二十四度 中南部仍然可以达到二十七到三十度 日夜温差比较大 要请您留意温度的变化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迹象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事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